平常忙碌的郵局为了回馈社会 善尽企业责任 集合了全台湾郵局的力量 发起友爱出发年终送暖 关怀独居长者的活动 在板桥郵局的部分 特别是和新蒲礼、介寿礼、中成礼等里长合作 要把生活物资送给在地的独居老人 三峡白鸡的那个农民 农民服务处那边 板桥郵局特别是和社区邻里合作 希望能够透过里长的力量 照顾需要被关怀的独居长者 让他们能在寒冷的冬天 感受到郵局从业人员的关心 陪伴他们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最有意义的是中华邮政 长期我们对于这些长辈 或者是独居长者 都有一些关怀的活动 另外板桥郵局的安心 也捐赠给国军退府会 新北市农民服务处 照顾退休了农民北北 现场透过简单隆重的捐赠 更一事让板桥郵局 能够集合同仁的爱心 回馈社会 记者李立如制衡新北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